说到台湾生命力 并不是只有年轻人的专利 在南台湾的嘉义大龄 就有一群阿公阿嬷 他们的平均年龄是75岁 不过这个志工团队 还是到处趴趴走 忙着照顾比他们更老的阿公阿嬷 上宫只要老背不头刀 请看记者李琼岳于荣宗的报道 拖着沉重的脚步 推着蓝色推车 14年来 他妈都是像这样的孙子 五百倍难过的流下眼泪 因为就在这个废弃的台铁宿舍 一名67岁的老翁 中午被人发现 老人在媒体出现 只能有这种形象吗 或是他们也可以这样子 这里有人老心不老的故事 主角是一群全国最老牌的志工 他们的平均年龄有75岁 要负责照顾196位老人 这种老无老 以及人之老的引法族之爱 得从嘉义县大林镇谈起 他们是大林镇的老人 跳到这里时 已经是今天第三种舞步了 这些长辈们还津津有味 聚在这里的老人 正在一起和写 大林镇之爱的故事 穿背心的是红道的老人之工 穿一身红的阿嬷阿公们 是被照顾者 少数是夫妻党 大部分是独居老人 那就是过去嘛 我是学头目的 但是那个画 画不一样 我们头目的画就是 那个正角的一个度 特别的度的正角 这看来是 算说美学的 三合老人会馆里面的 陈设跟手工艺品 都是出自他们的巧手 站在一旁的是 红道基金会 大林志工站 林天发站长 过去在台塘公司服务 年轻时被公司派到英国受训 退休以后 开始在自己的家乡 义务教日文 六年前 他跟着七位志同道合的朋友 成立大林志工站 开始照顾老人 现在已经是八十人的规模 单单林站长一家人 就有十四人加入 七十五岁一定要的爸爸走 这样就要带他来做几天 带他做几天 让他做一份 后来也是很高兴 也很有活力 而且因为老人 照顾老人 好像 能靠这个 做 做相同的所在 平常长 他跟说 这样你的身体好好 我来照顾老人 我一句就说 好啦 我来照顾老人 最主要是他爱心 如果不爱心就很没关系 要做这个 弱心 要做用心 最主要想最好爱一条心 台湾跟全球一样 都要面对 越来越严重的高龄化问题 我国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人口 到去年底为止 已经突破两百三十万人了 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 预计十年以后 还会成长到百分之十三 大林之工站 是属于宏道基金会 所推动的一项社区化服务 名声已经传到国外 日本独卖新闻 还派记者来台取经 老人的社区化 所以这些人要稳定 他感觉说 我们团队 不能这样稳定 这些老人 过老人 这就是 哪里能让人 从世界上去 这样不是很好 所以本老人 这就是 电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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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来 来 坐 天员 坐 我没有聴く 你都没听得到 现在没听得到 天员 我都听不到 我都听不到 我 agreed 我没有听到 简文松今年66岁 退休以前是国合会和农委会 派驻在外的农肯队代表 去过七八个非洲邦交国 这一天他来照顾103岁的金江老阿嬷 简文松去年 三月加入志工的行列 目前负责照顾四位老人 从陡南民政科长职务退休的吴虎角 今年76岁 到大林站已经三年了 平常负责照顾两位阿嬷 两位阿公 今天关心的是86岁的刘简伦阿嬷 我来给你做得好吗 做得好吗 做得好吗 做得好 拆拆手很快 我做这个要给我做 要给你洗面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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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没有切磋 它的切磋 古早的切磋在这里 那如果下雨天或冬天 要去也不方便 所以我本来就有这个高相 但是这厨 我都能有些人高级 要做这个要四万多块 他也就提起说 九十块 高雄也没有了 久不久 让人家那年发费 大家辛苦 大家高兆 大家好 大家好 想要成为大林战的志工 需要接受职前训练 基础训练 专业训练 这三种训练 我们在英国有些大学 真的出名的大学 他的研究报告 就是说 他用三十五年的时间 他用三千月 可以说世界上的 这个要做挑战 酸祭冈的事 做祭冈的事 的人 想命 不得更长 甚至有人会帮他 就是说 听说可以 帮忙我 让你 让我身体再用来 可以帮助这些人 这就是享用 感到享用 让我们就是 快乐之一本 不关系 我们都感到很快乐 台南县七谷香龙山社区 有一支七八十岁的 环保义工大队 这一天他们和往常一样 剪好废弃的蚵仔卡 开始制作装置艺术 我们来帮忙 帮忙 来帮忙 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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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家会很棒 这个可以帮忙 不必要 不必要 龙山村是一个只有 两千一百九十人的小鱼村 老人就占了百分之十七 共有三百六十七人 七谷因为矽糊和黑面皮鹿而闻名 最近龙山村 因为义工队大队长陈之明 得到环保特优义工奖 让这个小渔村又更加活络起来 来 今天我们的米娃 第三层厂 米娃肯定 我们这里的米娃 我们这里的米娃 我们看个粥都出来了 把粥都出来了 米娃都没用 米娃都出来了 我们这里的米娃很合作 大家都很严重 我们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都充满家园 都自己都出来了 在环境 七十岁的陈之明 十几岁就当渔民 二十几岁到台北怕病 后来回到家乡经营餐厅 退休后 他跟着村子里的四十九位志工 一起改造闲置的空地 他们不但想出办法改善土壤的研化问题 也种了很多原生滨海植物 来保护这里的土地 渔民活动中心后方这块富裕地 是他改良土壤 也是种植滨海植物的实验室 因为这些地方都没有地方立化 要用这个土壤 做立化 进去过来 我们改良都没有成功 最后用这些药架 穿下去 用这些药架 旁边的株栽 都没有成功 不过做这个改良 他才会再挖 因为立化的关节了 所以要做这个工作 这里是得到环保特优奖的第一个展场 这张照片是他还没有改善之前的模样 经过陈志明跟志工们的改造之后 他成为龙山村的骄傲 不然很减 做的时候你看看有个药架 用药架 药架的前面给它剖底 真来用头 要知道比较的 生存的比较高 我捐他来 现在把他生意成为 生意成为 这个是真的 比较主要做这些 生中生到这样 都很漂亮 这有百人很多人 参加我这样生得不错 龙山 生山药要生得多 只能这些药极有很多 所以用這個荷刀來更康 來做很多蔥瓜 來做很多威力就是裝飾品 二天有出來的 我們有跟統計過 他們平均一格一的 甚至半年一年 他們還沒去用到健保卡 因為他們有的動 他們身體會用 五人來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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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大自己親子 我帶大家走我親子 好小人 有可能他們去他們那些事 有什麼事 合格 關心 他們就說 別人就在關心 他就開心 我也很開心 我一個人 我做法作 我都是要做 不是第一名就是要做 差不多都是 沒有整齊第一名 聽起來 這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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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線就在這裡大 然後這是我們 這裡的空調更漂亮 真是一群可愛又充滿活力的老人家 不過從剛剛的報導裡面 我們似乎並沒有看到 政府對於提升老人的生活品質 有更積極的作為 獨一特派員呢 也將在四月份 特別推出系列報導 有 我